奥特关系中最不寻常的CP组合 非阿古如和盖亚莫属 两奥相爱相杀一看就不简单 今天大门凯哥就来盘一起 阿古如与盖亚相互救场的名场面 他们分别是 共同对抗大海魔波库拉谷 因捕杀狼人乌尔夫加斯差点大打出手 阿古如救场盖亚秒杀金属生命体阿帕台 阿古如救场盖亚击爆超空间波动怪兽 杀伊格美扎德 阿古如营救盖亚狂消宇宙捕获机器 西哥马刺伊古尔 名场面之一VS大海魔波库拉谷 波库拉谷在我梦出生的故乡登陆 XIG战机虽然呼啸而至 但依旧无法阻止波库拉谷前进的步伐 阿古如从天而降 先与我梦变身为奥特战士 此时的阿古如和我梦并不熟悉 阿古如信心失足地跳到波库拉谷面前 经过一番仔细的打量之后 阿古如大手一挥要求其速速退下 波库拉谷偏步 阿古如切割正中波库拉谷 轻刻波库拉谷被击倒在地 阿古如顺势抓起他的尾巴 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将波库拉谷高速旋转起来 随即将他砸在工厂炒方之上 瞬间爆炸四起瓦利四箭 波库拉谷居然摇晃着站了起来 阿古如只认召唤而出 手起刀落之后 被切割的波库拉谷居然迅速复原 只见他召开大钳子一把钳住阿古如 一阵能量吸收下电击之后 阿古如居然红灯闪烁 盖亚迅速跑向波库拉谷 树莓盖亚切割甩向波库拉谷 在他手臂斩断之际 阿古如连同大钳子一同摔了出去 还不等波库拉谷有所反应 盖亚一招飞踢正中其胸口 随后对着脑门又是一脚 波库拉谷应声倒地 盖亚被阿古如挣扎的声音吸引 阿古如这下有些尴尬 波库拉谷再次站起 两只被切掉的大钳子也赞生出来 盖亚一招挥旋踢将这货脑袋踢掉 不料他又长出一颗 盖亚稍一分神便遭受波库拉谷的击打 盖亚虽然奋力反抗 但波库拉谷越战越勇 一个冲撞之后 前置盖亚并将他硬生生地摔落出去 波库拉谷卡住盖亚的脖子 以同样的手段控制盖亚 同样的能量在电击之后 盖亚红灯也开始闪烁 阿古如大手一挥召唤出清算者 清算者打出击中波库拉谷后 刹那将波库拉谷蒸发殆尽 阿古如并不理会盖亚 一飞冲天潇洒离去 明场面之二VS狼人乌尔夫加斯 月黑风高杀人夜 狼人乌尔夫加斯叫连到地球 这个青年倒也是生猛 上去就想去干狼人 结果惨遭狼人杀害 XI即接到命令前去调查 经过一番查找后 果然在一栋水塔上方 发现正在对着月亮哀鸣的狼人 根据队长的提示 队员们全体换上麻醉枪 就在全体队员射击之际 狼人躲过扫射之后 一个腾空随即落荒而逃 经过一夜的追捕之后 队员们哥哥累得人咬马翻 但是依旧没有狼人的踪迹 当狼人再次袭来 他已经吸食了烟化气候 巨大化再次出现 这次还是腾公伯爷首先赶到 只见他大手一挥化身为阿古如 狼人一架阿古如出现 当即被吓得不轻 阿古如打出切哥先发制人 对着腾空的狼人就是一脚 阿古如的气势 首先是源源大于狼人的 一番战斗之后 将狼人打得连连惨叫 狼人见打破阿古如 正好趴在地上装死 正所谓兵不厌诈 狼人突然偷袭阿古如 随后对着阿古如脸蛋 就是一阵狂恼 阿古如被顶撞出去之后 只见他一招切哥轰向狼人 阿古如根本不给狼人喘息的机会 阿古如切哥打得狼人连连后退 狼人一招恶狼扑时 将阿古如扑倒在地 一番扭打之后 狼人再中阿古如一拳 狼人虽然连连惨叫 但还是一把挠了阿古如帅气的脸蛋 阿古如的一招直拳也被狼人咬住 这一下阿古如彻底愤怒了 一把将狼人推开后 便想召唤光子粉碎机解决狼人 千军一发高山我梦前来 盖亚一把将狼人撞开后 召唤光子之刃就想和阿古如对轰 两束波就这样纠缠在一起 随即相互抵消 盖亚阿古如虽然不服水 就在两澳再次展开大招对轰之际 队员及时赶到将麻醉子弹射入狼人体内 狼人一番挣扎后化为气体 被吸入液化气罐之内 盖亚放弃于阿古如对抗后 将液化气罐爆起 虽然阿古如不理解盖亚的行为 但他还是停止了攻击 将再由狼人的液化气罐带离了地球 这是腾宫和我梦的第一次矛盾 明场面之三VS金属生命体阿帕台 金属生命体阿帕台迅速在地球集结 它在宇宙中捕捉到光之巨人的电波 这次前来地球 便是为了消灭光之巨人前来 随后以盖亚的数据为基础变形 XIC战机虽然迅速出动拦截 但还显然 这又是一场送人头的战斗 战机被一根根锋利的金属体穿透 阿帕台再次变身 这次胸口居然有和盖亚一样的变身器 一根锋利的毛伸出后 一下又刺穿一架战机 飞行员跳机战机坠毁 此时盖亚打开战机舱门 举起盖亚变身器 奋不顾身的跳了下去 盖亚奥特曼从天而降 双方拉开架势 大战一触即发 盖亚先发制人 阿帕台奋力迎战 阿帕台抵住盖亚一脚之后 再中盖亚一脚侧踢 盖亚将其举起后将他摔了出去 但随后的战斗 阿帕台再次变形 只见他肩部变出铠甲 腿部变出裙摆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 谁也不敢轻易出手 还是阿帕台打破沉默 一个回合之后将盖亚扛起 以同样的姿势将盖亚摔飞出去 阿帕台气势敌人 盖亚小心应战 阿帕台随即伸出利刃 一刃将盖亚挑落出去 阿帕台趁机定身为树根金属体 将盖亚死死地控制在金属体内 盖亚本想挣脱 但持续遭受其电击折磨 在XIG战机的帮助下 盖亚这才摆脱金属利刃的控制 盖亚本想战起再战 但是刚才的电击实在是太酸爽 盖亚没有站稳 再次摔在沙堆之上 红灯开始闪烁 面对阿帕台的再次来袭 盖亚咬牙站起 只见一招两子流线召唤而出 光线正中阿帕台之后 这伙咆哮一声后应声倒地 就在盖亚以为取胜之时 阿帕台居然卷土重来 利刃召唤在手 慢慢地对着盖亚杀来 就在盖亚命在旦夕之际 一束光子粉碎机正中阿帕台 阿帕台当即被炸在一片黄沙之内 盖亚回首一看 而来者正是阿古如 这是阿古如第一次出现营救盖亚 明场面之四 VS超空间波动怪兽 沙伊哥美扎德 一个诡异的电话打来 接听电话的人类 瞬间变成心事走肉 但也没有一点感情 很快整个人力社会失控 极少数倾情的人类遭受其围攻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超空间波动怪兽 沙伊哥美扎德 这一次盖亚先与阿古如到达战场 面对这个奇丑无比的家伙 盖亚冲上去对着他就是一顿笑 你别看他瞅 但这家伙还挺扛揍 盖亚数个回合的攻击 居然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伙一飞冲天 顶撞盖亚不成后 一个回马墙又撞了回来 这次盖亚被他撞翻在地 随即发射的时空波光线 将盖亚炸得遍体鳞伤 这祸落地后居然嘲笑起盖亚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手拿器械的人类对着盖亚包围起来 就在盖亚苦于如何不伤害人类之际 美扎德的利爪突然伸出 卡住盖亚的脖子和手臂 随即遭受强烈的电击 盖亚危在旦夕 记着灵子举枪辩射 美扎德被灵子吸引开始攻击灵子 就在此时一束光激爆光线 阿古如一个优美的姿势 出现在女记者灵子面前 美扎德当即被吓得咄咄嗦嗦 一把将盖亚挑开之后 然而攻击起阿古如 阿古如一个瞬移之后 抓起云头转向的美扎德 一个四两波千斤的旋转之后 将美扎德抛出去二里地 面对这货的渣渣呼呼 阿古如都不拿正眼瞧他 只将阿古如召唤出光子粉碎机 粉碎机正中美扎德后 将其炸成无数瓦力 盖亚眼睛手快 飞身为人力倒下爆炸的余威 人群全部被针晕过去 阿古如盖门不屑一飞冲天 扬长而去 明场面之舞 为S宇宙捕获机器 西哥马刺一过耳 横光波也额痛苦万分 感受到危险即将逼近 天空一个瞳洞出现 一阵电神雷鸣之后 宇宙捕获机器兽 西哥马刺一过耳轰然出现 这祸是根源破灭招来体 专门为了对抗盖亚而来 盖亚从天而降 一脚将其右臂踢飞 随即这祸被瞒倒在地 盖亚再战西哥马刺一过耳 只见这祸打开胸口的舱门 几数捕捉光弹击中盖亚守备 此攻击只是一个陷阱 盖亚也没多想 一招切割将其击碎 在一过耳再次出现之时 身受陷阱埋伏的我梦还并不知情 就在他要变身盖亚之际 变身器的能量却被陷阱所吸收 我梦方才得知大事不妙 我梦本想奋力挣脱 却被陷阱形成的金属十字架束缚起来 一过耳发射十字光线 将我梦捕捉并建固在体内 这下我梦BBQ了 XIG战机板小攻击 但因偷属机器伤及盖亚 也只好不了了之 失去变身能力的腾宫 反抬肉体的前去挑战一过耳 不料遭受气轰炸之后 腾宫当即被炸晕过去 腾宫对我梦这才是真爱 一过耳慢慢腾框而起 他想将高山我梦就这样撸走 就在一过耳接近虫洞之际 腾宫也苏醒过来 阿古如这遗憾果然凑笑 只见海洋波涛汹涌 海洋之子阿古如终究没有被抛弃 就这样 腾宫被海浪包裹 一束光芒炸开海平面 阿古如威尔形态拉方登场 这个时候阿古如还不忘装上一把十三 接下来就是一过耳被催了 阿古如腾框而起 光芒闪了所有人的眼睛 阿古如抱住一过耳一个掉头之后 将一过耳重重的砸在大地之上 一阵阵连续的翻转之后 阿古如一招天马流星拳 差点正中我梦 就在一过耳再次逃离之际 阿古如一招飞踢将其踢落下来 阿古如召唤阿古如之刃 一剑之后将我梦挑了出来 阿古如将我梦放置安全地带 在队友的帮助下 我梦顺利挣脱束缚 一过耳伸出双臂 猛烈的破坏光弹攻击阿古如 阿古如不躲不闪 这个装饰三的姿势拉满之后 阿古如大受一挥 召唤出维尔形态清算者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真男人冲不回头看爆炸